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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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們大概就是可機 然後 那個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上星期我們又加了一個叫做 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 等一會我會寫下來 那 這三個可機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什麼AR定理 我叫AR定理 那三個是等價的 今天我要再加三個等價的 另外再加三個等價的條件 所以有六個等價的 有關可機的 我們有六個等價的 你可以說是定義 那其中當然就是大家熟悉的 那個李宗盛 是收斂 其中這個等價的定義 那 大部分的數都是講那個 那 不是喔 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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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再加四個 再加四個 而且呢 我們有一套方法去 去所謂的定義這個積分 那 當搞得清楚以後呢 這個 違積分基本定理呢 就 負之欲出了 星期三我們就要講 違積分基本定理 那 而且是 很嚴格很嚴謹的 去講 沒有 在一定的條件底下 那個就是一定對的 那 所以這幾堂課 會是 會是重要的課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來 先 先 回顧一下 我們目前做了什麼東西 一個 簡單的回顧 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bunded的函數 然後 有一個partition 其中呢 x0當然等於a xn等於b 然後呢 一個比一個大 然後 利用這個partition呢 我可以構造到 up sum 其中這個mi就是在 xi-1到xi 那個區間 那個b區間上面 f的supremum 那 lower sum就是小mi delta xi的這個和 f的可基呢 那個定義呢 是相當於就是說 是這些upper sum的 所謂的informum 最大下界 跟lower sum的最小上界 是相等 那這個我們有一個符號 叫做 lower integral 而這個呢 是叫做 upper integral 那 當盤相等 那 integrity criterion 就是 所有的ε大於0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partition p使得呢 upper sum 減弱 sum 是小於ε 那 我們也 也有這個符號 就是 這個 這個所謂的upper sum 減弱 sum呢 我們叫做所謂的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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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 那 這個Omega Fp呢 事實上是 你 將 upper sum 跟lower sum 給它畫在一起的話呢 是 給它 弄在一起呢 就是等於 大mi 減小mi 乘以delta xi 那 我有另外一個符號給它 叫做所謂的 Omega i delta xi 意思就是 它在那個小區間裡邊的 一個所謂的最大值 簡單來說是 最大值減掉最小值 就是 它在區間裡邊那個所謂的震盪 就是那個幅度 那個 變化的幅度 那我們 事實上上次已經做了就是說 這種的看法的話 有它的好處就是 我利用這個integrative criterion 再加這個看法 我就 不難 可以證明出來就是 連續函數一定可計 因為 連續函數呢 我可以構造到 就是這個Omega i 是 小的 是小的 那就 它是一定可計 那 如果那個函數是單調的話呢 我可以找一個partition 使得 delta xi 是 蠻小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還也可以做到 是 那個函數呢 是可計 那個是上星期我們的其中一條定理 那 上星期我們還有以下的定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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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Archimedes 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 那是說 F是 Integrable 弱且為弱 是我找到一個 sequence of partitions 找到一個sequence of partitions 這個我叫做pn 使得呢 就是 這個 upper sum 減弱sum 是去向0 而且呢 in this case 如果有這個事情發生 它就是Integrable Integrable 我這個積分 當然是well defined 就是一個時數了 那個積分 就會是等於我的 upper sum的 我們有一個sequence的方法 去找這個upper sum 原來定義是 informum 跟supremum 現在呢 我用一個sequence 的方法去找 那sequence我們熟悉的 應該是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這個定理的意義呢 事實上就是在這裡 這個是 有人就關著這個名稱 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 我們還沒證它的 那個證明啊 那個證明啊 事實上是不難 因為你看到就是這個 這個 Integrability criteria IC 那它已經講了就是 我可以控制到 upper sum 減落 sum 是任意小 基本上它是這樣的講法 upper sum 減落 sum 是任意小 任意小 就小於 譬如說小於 n分之一啊 那這樣子的話 take limit以後 當然就去向0 反過來如果你有這樣子的一個 partition的話 有一個一串的partition的話 我要任意小 當然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個等價呢 事實上沒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就是可以看成是一個observation 我們看成是一個觀察就出來了 所以 譬如說我這個樣子東西 by這個Integrability criteria 我 for all epsilon 等於n分之一 我都有一個partition pn 我叫做pn 對加於這個n分之一 使得呢 那就是這個 upper sum減落 sum 是小於n分之一 是不是 那就大於0 大於等於0 這個是一定對的嘛 upper sum 一定比落 sum 大 那 take limit n去向無從 做完了 這個 這個是對任意n 這個都對的 而你這個右端呢 事實上是去上0 當n去上無從的時候 所以 利用squeeze theorem 我就知道 這個東西是等於0 當n去上無從的時候 bysqueeze theorem 那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嘛 所以我就找到 所以這個pn是找得出來 因為Integrability criteria保證 可以找到這種的partition 它是怎麼樣子 我不知道 這個sequence怎麼樣子 我們不知道 有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不好的 有 但是怎麼樣 講不清楚 我們呢 往後那個大定理的時候呢 再給他講清楚 那返回來呢 就更簡單 因為如果這個事情是對的話 如果 這個事情是對 所以 這裡三點 或者是我寫文字了 since 這個東西是等於0 那所以 對於任何一個ε大於0 我都找到一個 n 使得呢 n以後的 大n 我這個 我再來一次 隨便 這樣子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sequence 這個sequence 依賴於n 這個是一個sequence of real number 它是一些時數來的 這個omega算出來就是一個時數 一串時數 現在我說它的limit是等於0 那就是相當於 按照那個limit的定義就是 你n以後的小n都滿足 它是跟0的距離小於ε 但事實上它是大於等於0的 所以我 我甚至可以將它寫成是這個樣子 那就好了嘛 事實上你不止一個啊 你有n 你有無窮個 integrability criteria 對於任何ε 我找到一個p 現在呢 我不止有一個p 我也無窮個p 是不是 in particular呢 是我的omega f的p大n 就是小於ε 那 因此呢 就是 integrability criteria 就告訴我們 f是integrable in particular呢 那個omega的f的pn 就小於ε 所以 integrability criteria呢 就告訴我們f是integrable 所以這個 這個我叫做a部分 這個定理有趣反而是 是後面的那個部分 我叫做b部分 我可以利用一串sequence 可以將你的積分啊 可以將你的積分啊 給它 逼近 算出來 是這樣 當然這個也不難啊 因為 現在我已經知道 f是可基了 那我就有呢 是說 我的lower sum 對於每一個fpn來說 我的lower sum 它是小於等於 我的lower integral 當然是小於 是小於嘛 我先這樣子 我先這樣子 我再來一次 剛才講法沒錯的 就是我多一些符號 我就令呢 這個i 一般我們的 因為它是一個積分integral 那個也是用i開始的 那個i 它是一個 既然是integrable 的話呢 就是 這個是存在的 是一個 是一個實數 所以 我剛才的這個 利用前面所說的 那個 那個lower sum 事實上是小於等於 它的 它的 lower integral 因為它是supremum 黑板寫了 那 現在呢 已經等了 lower integral 是等於 upper integral 等於i 這個是我們知道的 它已經是可基了 然後 就小於等於 而 而 這個upper sum 任何的upper sum 都會比upper integral 拿的大 因為這個upper integral 是一個informant 這個是 任何partition 我們都有的東西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 利用 對 前面這裡應該寫pn的 p大n 就是 我們就用這個 底下的這個n 所謂 我可以利用這個獅子來看 就是 當小n夠大的時候呢 它是小於 lower integral 它是小於等於 lower integral 加 epsilon 好 這個是1 告訴我們的 當小n夠大的話呢 這個是 對的 或者是 它甚至是說 它是小於等於 那個i 再加epsilon 是這樣 做完了 因此呢 我將這個部分 給它 那我每一個都對的 你看清楚 我一個一個這樣子 發展下來 每一個都對的 那我有興趣的是 後面這一段 就是 我有i 小於等於 這個 小於等於i加epsilon 做完了 怎麼說 這個是 表示說 我的upn-i 事實上就是 絕對值 小於epsilon 這個當然很明顯嘛 對不對 這個絕對值就是小於epsilon 那 我可以補充一點點的 一個 就是 我從 1 imply 對於所有的epsilon 大於0 我存在一個n n以後的所有小n 這個都對的 是不是 從1至3上面的 我給它補充下來 我就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換句話說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很明顯嘛 就是limit 這個是一個時數 我在強調 這個是一個時數 依賴於n 然後 當n去上無窮的時候 它就是 收斂於 另外一個時數 i 很清楚嘛 是不是 有沒有問題 事實上都不難的 你小心一點去 去看它 就 就知道就是 這個 如果你的 你的那個 所謂的大 Omega 這個 Upsum-Rosum 這個像是可以任意小的話呢 那 我們這個limit 事實上就是要 等於i 那現在我這樣 我只是說 將它化成一個sequence來看 那 同理我這個 這個 這個 Rosum呢 這個Rosum當然也是 有limit的 等於i 這個我想我不用正了 你就是 從這邊看 看下去 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定理就成了 這個AR定理就成了 是不是 這個i就是這個積分 它是等於 Upsum的limit 那也等於 Law sum的limit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 remind sum 可能大家會 蠻熟悉 它比 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 給定了 這個f是bunded p是partition 不寫了 那我可以定義這個所謂的 remind sum 這個remind sum呢 我叫做r 那當然 因為是remind r 那 以賴於f 以賴於partition 它是等於 f的ci delta xi i是從1到n 其中呢 其中呢 ci呢 ci是在 xi-1 跟xi中間的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整個的圖畫 就是假設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曲線 a到b 我切切切切 切成幾塊 所以 所謂remind sum是甚麼意思 就是 我在每一塊裡邊找一個代表 它的函數值 在乘以它的底面積 是這一塊 就是 是代表這一段的曲線底下的面積 是不是 然後這裡呢 也是隨意選一個 這個是叫c1 這個叫c2 那c2呢 函數就是在這裡 然後c3 c3可能是在這裡 c4 c4搞不好是在端點 比如說 它可以選擇任何的 那這個 青色底下的這些棒子呢 就是我的summation fci delta xi 對不對 那就是 黎曼的 當初就是這樣子想 我利用這種的棒子 當我的partition 越來越細密的時候呢 它就是越來越逼近 我這個曲線底下的面積 當初他不是想up sum law sum的 他是想這個 up sum law sum是我們後面 後人再加上去 我們覺得結構上呢 這樣子討論 可能會簡便一點 那 好 而 事實上呢 我們這個定義呢 事實上你看 當然呢 你那個核跟這個ci選擇 你選擇不同的ci 你這個綠色的面積當然是不一樣嘛 按道理應該要寫這個ci進去的 我們 特別的 不將它寫進去 為什麼 因為 最後的修煉呢 我們說 跟ci無關 那 這個後面的 等於下那個定理呢 我們就知道了 按道理應該是跟ci有關的 但是 可機呢 弱且為弱 這個 收斂於那個i 然後這個收斂跟ci是沒有關係的 你怎麼選這個ci 我都要收斂到i 是這個意思 那 那 是 是 是這樣 那 可以有一個remark 就是 obviously 很明顯 很明顯就是 你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fci 當然是 小於等於 我的mi 大於等於 小mi 它 當然是活在 那個 informum 跟supremum之間 所以 我們的 remark sum 一定是 比uppersum來的小 也比 law sum來的大 是夹著的 那 所以夹著的話呢 我們剛才的那個 AR定理就成了 為什麼 假設我現在f是integrable的話呢 我就有這個 我就 這個uppersum的limit 是等於i law sum的limit 等於i 所以如果我現在呢 是對於這種的partition 它就收斂到i 這個也收斂到i啊 所以你的remark sum 也要收斂到i 對不對 而 ci在哪裡重要嗎 不重要啊 是不是 你怎麼選你的ci 你都要走去i啊 是不是 因為你上面下面 上面下面 都給人家夹住 而夹住你的人 就是走向那個目標 那你哪裡逃 逃不掉 你就是還是要 跟著他一起走 走到i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精神 我們今天的主定理 叫daboos定理 在積分理論呢 daboos做了不少事情的 daboos daboos theorem 他寫 他寫 他那個定理呢 好 我將他寫出來 就是 一樣的假設 bundant 好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equivalent 都等價的 第一個 f是integrable 好 那我們就有 ic 就有art 兩個等價 但是現在呢 我要再加 三個等價 for all sequence of partitions for all sequence of partitions 這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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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它越来越密了 每一个最大的隔间是去向零 相当于最大的隔间去向零 当然其他的隔间也要去向零 所以是越来越密了 这个upper sum and lower sum 就是一定要去向零 那这个比刚才的那个还要强 刚才的那个Integrable 我们的AR定理说 我找到一个partition 一串的partition 那个Omega fpn是去向零 现在我这个不是找到一串 随便一串 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只要它是随便一串 只要它是越来越细密的话 这个结论也是要对 所以这个比刚才的AR定理 还要强一点 这个命题这样子 那有了这个命题 后面的就简单了 这个是regular partition 我们大概用过 就是你将ANAB分成N份 每一份的长度 就是等于总长度除以N 所以你的Xi 我也知道的 就是A加I个Delta Xi 这个是我们的PN 这个所谓的regular partition 那它的隔间是这个 而且每一个都一样的 所以这个PN的norm 事实上也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当Angela越大的时候 它当然去向零 所以它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如果二对的话 三一定要对 这个是曹写P 跟这边的大写P是不一样的 我要用这个符号 那是这样子 然后呢我的第四个 第四个是用REMAN sum来写的 就是这些regular partition 它的REMAN sum也要有限制 事实上刚才我大概已经讲了 就是将这个PN 用这个潮写的PN带进去 如果这个对的话 这个当然要对 是不是 这个当然要对 就是你的REMAN sum呢 就是要去向 要收敛 收敛到哪里 收敛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I里边 那现在我说 这四个都是等价的 那其中二 去三 这个是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 当N大的时候 它是去向零的 那所以二去三 是非常清楚的 那三呢 事实上是去一 也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是因为我的AR定理 AR Theorem 因为我就是 有一个sequence of partition 那个大Omega 是去向零 那AR定理呢 就说 F一定是科技 所以 然后 我事实上刚才 已经做了三到四了 不过我可以再写一遍 把这个AR定理呢 我们知道就是 我应该这样子说 对于 对于 对于这些regular partition来说 我law sum 跟number sum 当然夹住这个remand sum 然后 by AR Theorem 这个是去上I I就是我的积分 I就是我的积分 然后 同理呢 law sum呢 也去上I I就是 A B的F的积分 所以 我就有呢 这个limit呢 是 R的F的PN N去上无穷 就等于I 而且这个limit呢 是 independent of choice of 我们都这样子写的 你怎么选这个CI呢 没有关系 你的CI呢 选在右端点 选在左端点 选在中间 都没有关系 你的 黎曼盒 反正在中间的话呢 黎曼盒呢 一定要收敛 事实上 我刚才写这个呢 也是漏掉一点东西 这个命题还没完呢 是说 这个定理呢 还可以帮忙我们算这个 这个积分 那比如说 在2的状况呢 它就是等于 up sum pn 等于 等于 lo sum 这个当然 是可以这样子的 如果2是对的话呢 我们的AR定理 当然就是已经是 可以推论到 那个 这个upper sum 跟lo sum 就是要收敛到I 所以在这个2的case呢 是没有问题 在3的case呢 是这些regular partition the upper sum 跟lo sum 然后在第4个case呢 是这个remand sum 当m去上无穷 这个是 在4的case 这个是在 3的case 那 事实上 这个是可以 你可以写成是这个命题 整个是 dabust定理的一部分 当然这部分呢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已经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 这里已经讲了 它是收敛到I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做完了 那这两个呢 如果命题成立的话呢 就是AR 这个 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 刚才所写的 已经保证 这个积分是相等的 所以都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呢 再回去 看一看 我的 我现在事实上呢 在 因为有这些东西 我只差 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 4回去3 当然这个也不难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1去2 如果1 振到去2的话呢 这个123等价 绕一个圈 这个就成了 然后 然后这两个就表示说 4跟3是等价的 那 所以这四个 再跟前面的两个 6个 是这样子说 6个 是等价的 这是一个漂亮的定理 基本上呢 Dabuz主要是做1跟4 事实上另外那两个 严格来说不是Dabuz的 但是Dabuz定理已经是 我们已经是 也差不多100年了 Dabuz定理差不多100年了 那我们在这里 还是关用他的名字 就将这几个呢 给他集中来看 好 如果4对的话呢 我说 3也对 就是你的Rimansam 现在是 我回去 是这边 现在我不知道 这两个会不会去挨 我是知道Rimansam 一定要去挨 而且是 Independent of CI 那简单来说 所以我可以构造这个CI 如果我能够找到CI 现在是我知道它要去I 如果我构造CI 它是刚好等于Upsum的 或者是它很接近Upsum的 那我可不可以强迫这个Upsum 也是收敛到I 同理罗阿森也收敛到I 然后他们的差异 就是 就是很小了 对不对 那我的目的 就是要做这个东西 是我选CI是很接近那个Supremum的 所以这个Ufn很接近这个I 我又选一个CI很接近那个小区间里边的Infremum的 这个小MI的 小MI的 不是 不能这样子说 是FCI 很接近小MI的 那使得这个 那它也是要很接近I 那这个Lossum呢 相关的Lossum也是接近I 所以Upsum跟Lossum是接近I 所以他们的差异当然是小 是这个意思 那大家当然要注意 当我说这个Limit是等于I 现在我知道是可机了 没有 我说这里有Limit 它是等于I 而这个Limit是Independent of choice of CI 意思就是说 我的N只要N够大 无论你怎么选这个CI 它的Limitum跟这个I距离都要小于Epsilon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刚才那个讲法呢 就是就没有问题了 就没有问题了 我当然可以详细写一点 详细一点写我的意思说 那我就说 Let这个Limit RPN是等于I 那意思就是说 ForLossum大于0 我都找到一个N N以后的小N 我的RPN 跟这个I的距离都要小于Epsilon 是无论 for any choice of CI 那这句话是 我想强调的 无论我怎么选这个CI 这个都要对 好 那我就选了 我就选一些好的CI 这个CI是 我可以选到CI使得 这个是一个Supremum 小MI是Infremum 所以我可以选到CI 就是说FCI只是 很接近这个Supremum 所以我是对于所有这些N 我让CI是选到 Such that FCI 是选到它是大于 MI减掉一点点 是N的B减A 减一点点 FollowI 这里要很小心的 我这里还是写K吧 我这个符号是要小心的 好 我这里调整了 这个是K 因为我的N 一般都是partition的 那个右端点 当然现在是对 现在是对 好 现在是对 现在这个N就是 刚好也是这个格的 这个格的宽度 这个 对 这个格的数量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将MI小一点点的话 我一定有一个 某一个FCI比它大 因为这个是Supremum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Riemann sum Pn 它是等于F的CI Delta Xi 就会是等于Summation的 Mi Delta Xi 减掉N的B减A 一堆的Delta Xi 这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可以拉出来 剩下来就是这个核 可是这个Delta Xi 总和是什么 就是B减A 所以它是等于 我的Upper sum 扣掉N分之一 这里 B减A跟这个 剩下N分之一 我的设计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树 就是我要剩下来 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相等 这个是大于等于 那当然它又小于 这个 那因此呢 我应该这样子说 它大于这个 而这个又大于 这个Riemann sum 扣掉N分之一 因为U一定大于这个R 然后现在它是去上I 这边也去上I 当N去上无穷 这个去上I 这个去上0 所以就是I 那我就有就是说 这边中间 这个也是去上0 这个Upper sum 就是 这个呢 一定是去上0 对不对 那同理呢 我也可以选 可以选一个 这个Matic Ci 使得呢 我的F的Ci呢 是小于小mi 再加N的B减A 那类似的步骤 我就会有呢 是 类似的步骤 我就会有 这个Lower sum呢 是都等于0 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 我的 这个 Regular Partition 对加于Regular Partition 这个大Omega N去上无穷 当然是等于 我的 各自的 Upper sum 因为各自都有Limit了 所以我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 就是等于 这个Limit可以分过去 那就是等于I 扣掉I 这个就等于0 这个是等于I 这个也是等于I 那就 就OK了 这两个 大家注意 这两个刚才写错了 这个是I 这个也是I 那这里写的详细一点点 那就是 当我这个 Rimant sum 收敛 等于I的话呢 我可以 知道这个Upper sum 事实上也是 收敛到I 它跟这个I的距离呢 是不超过N分之一 简单来说 是可以这样子看 那 所以可击 这个事情呢 或者是第三个 这个命题呢 就一定是 OK的 所以我只欠一到二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就会来 证这个一到二 好 好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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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